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战国时期群雄争霸 烽火连天 频繁的战争令各国经济困顿 百姓苦不堪言 楚国也不例外 在这样大的历史背景之下 屈原带着对社会国家未来命运的忧虑与思考 怀揣着一颗朴素赤诚的全权爱国之心 写下了许多流传千古的优美诗篇 他虽久死其游未毁的爱国精神 可谓赶天动地 光耀华夏千古流传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标秉史册的历史人物 在二十世纪却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 有人认为在历史上屈原并未真实地存在过 还说黎骚的作者另有其人 那么屈原是否确有其人 黎骚又是怎样一部神奇的作品呢 南京大学武黎松副教授作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先琴史话第六集 黎骚天问 大家好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有很多非常伟大的历史人物 比如说后世我们知道的 像岳飞 像文天祥 像陆秀夫 像石可法 让人从内心深处 为之扼腕流涕 可是在此之前啊 还有一位这样的人物 这个人物 大家每年都会怀念他 这个人物就是屈原 屈原是中国有历史文化以来 第一位以文学而著称的 被大家广为流传的文学家 我们一般把屈原叫做中国伟大的爱国诗人 屈原 我想这个评价是准确的 诗歌的总集 《诗经》和屈原的作品 《黎骚》往往被合在一起 称为诗骚 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源泉 屈原的这个作品 还开启了后代 非常独特的一种文体 这个文体就是我们所讲的 副 我想屈原的作品 不仅是由于它的 规律的文词 华美的句式 成为文学的典范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屈原的作品 那个浓郁的个人情感 那个一腔无法宣泄的 那种情绪 就像是从这个全眼当中泛滥一样 独知者为之替下 要想讲清楚屈原是不容易的 为什么不容易 就是这么一个伟大的灵魂 曾经有学者怀疑 它并不存在 有人怀疑 屈原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一百年前的一九二二年 有学者就怀疑和否定了 屈原这个现实人物的存在 它的理由有这样几条 第一 第一 关于屈原的记载 最早只见于史记 也就是说 比史记更早的文献当中 看不到 关于这个屈原的记载 史记的屈原假生列传 不能作为屈原存在的依据 因为史记的文本可能是经过后人 尾窜 编改的 第二个理由 就是假如即使有屈原这样的人 他也不会是秦汉以前的人 更不会是战国 中后期 这个楚国 楚怀王时代的人 理由是 屈原是一个理想化的忠臣 而这种忠臣 在儒学广泛流传以前 是不会存在的 所以传说的屈原 是根据一种儒家化的 对于处词的解释 而塑造出来的一个历史人物 第三个 屈原是一个复合式的 剑朵式的人物 就是古代的许多东西 是一般无名的小百姓发明的 后人感恩图报 往往把许多发明 都寄到了一两个 有名人物的功德不上去 这就是说屈原本不存在 是大家把所有的故事都贴到他 一个塑造的人物身上 那么有学者提出这个观点 他顺带着就讲 一部本来是简单的文学作品 被强行的加上了中军爱国的这种思想 那就酸化了 屈原的传说不推翻 储词只是一部忠诚教科书 但不是文学 他们只是把屈原和储词 无论是他的文学价值 还是他的历史真实 都把它否定掉了 其实在国内一提出 屈原不存在 储词酸话说之后 在国外的学界 尤其是在日本的学界 也有一些学者 纷纷跟进 否定屈原的存在 有学者认为 储词离骚 是汉朝人做的 汉朝什么人做的呢 淮南王刘安的也有 汉朝的楚人的也有 各种说法都有 可是我想说 历史研究 有的时候 就是这么残酷无情 你再大胆的假设 也要经过细心的 小心的求证 经过一百年的 这个考古发现 我们对于储词 也有了全新的认识 1972年 山东 银雀山的 一号汉 二号汉墓发掘 出土了一些 汉代的剪读 这里面就有 大家所熟知的 《孙并兵法》 这一批逐剪当中 有一篇 就是慈父作家 唐乐的残篇 从而就证明 史记关于屈原之后 有宋誉 有唐乐的 这个记载的 可靠性 那么 间接的就证明什么呢 就证明 屈原假生列传 它不是一个 凭空捏造的 想象的 它是有汉代 切实的 史实依据的 但是呢 这是一个 辅助性的材料 只证明了 唐乐的存在 不能证明 离骚的早出 和屈原的存在 到了1977年 辅阳的 双骨堆汉墓 出土了一批 竹简 但是安徽这个地方啊 尤其是 晚北这个地方 它不大利于 减毒的这种保存 大家知道 考古学上 有一个顺口溜啊 叫做 干千年 湿万年 不干不湿就半年 西北地区出减毒 因为它干燥 这个南方的 像湖北湖南地区 出减毒 是因为泡在水里 它湿润 不遭受细菌的侵害 安徽这个地区 就是属于我们今天讲的 不干不湿的这种地方 所以这个辅阳汉碱呢 残缺的就比较严重 即便如此 学者们还是很细心地辨识 这个辅阳汉碱上有什么文字 其中就有离骚当中的四个字 这个离骚的四个字是 银 污以降 这个降一般读作红 地高羊之苗义系 镇黄好曰伯庸 涉提镇于梦泽系 为更银污以红 银污以红 这四个字就出土在了 双骨堆汉墓的残碱当中 双骨堆汉墓现在一般学者考证 是这个汉朝初年 汝英侯 夏侯英的后代 夏侯造的这个墓葬 那这个墓葬的安葬 是在汉文帝时代 汉文帝时代 淮南王刘安 还是一个小孩子 他不可能写作离骚 所以墓葬出土离骚 就是一个正式的证据了 首先在汉文帝时代 离骚不但已经出现 而且被广为传颂 大家会抄写 会阅读 甚至会因为爱好这篇文章 把这篇文章抄了之后 作为随葬品 放到墓葬里面 那也就意味着什么 一旦放到墓葬里面随葬 说明它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而且流传了一定的事件 最近若干年 北京大学收藏了一批剪读 在剪读当中 有一篇文章叫做《反营》 这篇文章当中 就出现了 屈原 宋玉 唐乐 和 景挫 这些人物的名字 出现在了战国秦汉之交的剪读上 而这些名字 恰恰又是史记的 屈原假生列传里面 提到过的这些人物 所以啊 我们目前为止 经过了一百年的考古发现 我们至少可以知道 屈原这个人物 还真就是存在的 至少在汉代以来 就是汉朝建国以来 和战国晚期以来 她的作品 她的名声 乃至于她的一个流派 屈原 宋玉 唐乐 景挫 这样一个慈父的一个流派 已经在 广为的流传 每年端午至 我们以屈原 千百年来 屈原已然成为 无数后世文人的精神 楷模和偶像 李白认为 屈原的词符流传千古 是可与日月并权争辉的 梁启超更是称屈原 为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 然而对于屈原 很多人都是既熟悉又陌生 我们真的了解屈原吗 我们知道她怀才不遇 最终投蜜罗江而死 我们知道她的离骚之伟大 可谓千古绝唱 但屈原的一生 究竟经历了什么 她是怎样被诋毁 被排挤 又如何在放逐生涯中 创造了流传万事的 瑰丽诗篇呢 既然屈原是一个 切切实实存在的人物 那我们就讲一讲 屈原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她的作品 两千多年来 一代又一代的被人所传送 屈原呢是楚国的公族 战国以来 楚国虽然有所改革 可是改革的呢 又不彻底 所以楚国就跟中原的那些 宋国呀 齐国呀 鲁国呀 晋国呀 又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面貌 比如 楚国的乌风就比较重 就是重乌术 再比如 根据九十年代 在楚地出土的 锅垫除检 这是孟子时代稍晚的检读 大家就会发现 这个楚国人 接受中原的儒家文化 其实接受的也比较快 那这是令人想象不到的 就是一个落后的不足 一方面他保留自己的传统 保留的比较完整 另外一方面 他接受这个新文化 他也接受的比较快 屈原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他在楚怀王时代 担任了楚怀王的左徒 大概是一个高级的官吏 屈原这个人啊 他很聪明 博文强制 名语治乱 就是他对于社会治理 有自己一套独得的见解 而且他还有一个本事 就是贤语辞令 特别会说 特别会写 大家知道 辞令这个东西 就是那个时代贵族文化 尤其是儒家文化 在传播的一个东西 所以 屈原可以说 是一个深受那个时代古典文化 熏陶的这样一个师大夫 他跟这个楚怀王啊 早年两人配合得非常好 辱则 与王 图意国事 以处号令 就是跟楚怀王 讨论国家大使 讨论的结果 就是 法令 初则 接遇宾客 接待列国的使节 应对诸侯 可以说 楚怀王 在一开始 是十分信任屈原的 但是 这个时候 有一个官僚 叫做上官大夫 上官大夫 就嫉妒屈原的能力 又对屈原能够得到 国君的宠幸 怀恨在心 那么 楚怀王 让屈原呢 创造 制作一些法令 屈原这个草稿啊 还没有写定 这个上官大夫 就想 看一看 想这个 让屈原之功 为己功 屈原就不给他看 这个上官大夫 就开始 诋毁屈原 说 大王你让这个屈原 制作这个法令 没有人不知道的 但是每一样法令 出来 屈原就对外面人讲 这是我的功劳 所以外面人呢 就知道屈原厉害 不知道你楚怀王厉害 而大家知道 贪恋权力的人啊 他往往最害怕的是 比他更有能力 更有权威的人 这种诋毁 正好就刺中了 楚怀王的痛点 于是楚怀王大怒 就逐渐的疏远 屈原 屈原就激愤这个楚怀王 被这个坏人 放逐 他描写了 自己的心情 宣泄了那种 抑郁的情绪 这就是 离骚 我读几句离骚 给大家听一听 知九天以为正夕 夫为灵修之故也 我对着老天去发誓 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月黄昏 以为七夕 抢中道 而改路 我们两个说好的 要到晚上 要到暮年 都互相信任 可是陆才刚刚走了一半 你就变化了 你就变心了 这种情愫啊 我甚至都觉得 屈原把楚怀王 当成了最可信赖的 这样的一个 依靠的对象 而他把自己的 所有的复苏 都倾注在了楚怀王的身上 可是作为君主 背叛了他 不信任他 屈原说 自己的这个高洁 自己的纯粹 他说 朝隐暮澜之坠陆夕 西餐秋菊之落阴啊 早晨我喝的是 兰草上的露水 傍晚吃的是菊花 落下来的花锐 我觉得正由于 屈原的这种高洁 使得秋菊 使得秋天 零霜开放的秋菊 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当中 一个非常特别的文化意象 再比如 亦于心之所善兮 虽久死其犹未毁 愿灵修之浩荡兮 终不插夫明心啊 我内心认为要对的 要坚持的东西 哪怕是久死 我也绝不后悔 令人悲伤的 就是你楚怀王的心 你不能坚持 你根本不在意 你所治下的百姓们 到底在怎么想 每读这样的张剧 我就觉着 就好像一个 哀哀倾诉的灵魂 站在我面前 再向我虚道 再向我倾诉 可是 屈原第一次被流放 只是他悲剧的起点 而不是他悲剧的终点 屈原被流放之后 秦国想要罚齐 齐国本来与楚国是合纵的 秦桧王就派张仪假装离开秦 投奔楚国 游说楚怀王 假如你跟齐国翻脸 我送你商屋之地六百里 等到楚怀王 贪恋秦国的六百里土地 跟齐国绝交 派使者去骂齐国 那秦国呢 又翻脸就说 我只答应给你六里土地 没说六百里 可见这个秦国 是为了一点点好处 它是没有任何底线 没有任何原则的 这个时候楚怀王 大怒 兴兵伐秦 结果大败 煞雨而归 后来又战于蓝田 又是大败 魏国听说了秦楚之战 楚国大败 又攻打楚国的邓地 所以整个楚国 可以说是四面受敌 那么这个四面受敌的原因 就是因为楚怀王的贪婪 到了第二年 秦与楚国讲和 又派张仪跟楚怀王谈判 楚怀王本来已经恨死张仪了 本来应该在这个时候 这个抓住张仪 把张仪杀掉 以报当年商务六百里 这个欺骗的耻辱 可是这个张仪 逞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 游说了 楚怀王不说 还买通了楚怀王的 宠幸的大臣 静尚和楚怀王宠幸的女人 郑秀 最后楚怀王 竟然听了郑秀之言 又接纳了张仪的建议 这个时候 屈原问楚怀王 为什么不杀张仪 而楚怀王后悔 已经来不及了 就在这种态势之下 秦国要与楚国结亲 为了结亲 就要楚怀王亲自去一趟秦国 屈原就告诉楚怀王 秦是虎狼之国 你不能信他 结果楚怀王不听屈原的劝告 还是去了秦国 他刚刚离开楚国 进入秦国的境内 就被秦国人 绝了他的后路 然后楚怀王就无路可归了 要求勒索楚怀王 你只有割地与秦 我才放你回去 楚怀王大怒不听 想逃向赵国 赵国不接纳 没办法 楚怀王只好灰溜溜的 又回到了秦国 最终就死在了秦国 屈原的一生 都在为楚国的强大而努力 他上下求索 希望通过变法 赴国强兵 然而工业未成便遭到小人的诽谤排挤 被放逐的屈原 心中充满了愤懑和哀怨 对政坛的诗意 对故土的眷恋 时时充塞心田 他将这无限的悲思 化作成炽热奔放的离骚 他以文字的力量 持续释放燃烧自己 包括才华 报复 甚至生命 至存千秋 闻则后世 屈原为何能光耀千年呢 楚怀王的死 可以说对屈原 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楚怀王死后 楚清湘王即位 清湘王任用自己的弟弟 楚怀王的幼子 紫兰 为令营 也就是执政 而楚国的国人 不满于令营紫兰 劝楚怀王去擒 这个时候 由于屈原 对于令营紫兰的不满 和对于清湘王的劝戒 他心忧故国 但是却被再次放逐 这一次的流浪 对于屈原来说 他还期望 国军能够一悔悟 风俗能为之一改变 看着故国 楚都 他几次回头 多处反复 在一手伤当中 一而再 再而三的质疑 但是没有办法 无论是过去的楚怀王 还是现在在位的楚清湘王 都把他看作是一个义类 看作是一个疯子 楚清湘王大怒屈原的这种序道 再次把他流放 这一次 他流放到了江南 也就是今天 湘江流域这一带 流落在江边 屈原 劈头散发 颜色憔悴 形容枯稿 江边的渔夫 看到屈原便问 你不是三旅大夫吗 为什么沦落到今天这般地步啊 屈原感慨说 整个世界都是浑浊的 只有我干干净净 大家都喝得醉醺醺的 五迷三道的 只有我一个人 是醒着的 所以我被流放到现在这个地方 渔夫知道他的心意 对他说 聪明人 一定要能够根据时势的变化 与世推移 如果世界是肮脏的 你就随波逐流 如果大家都醉醺醺的 你也跟着 喝酒 吃糟 你为什么 怀着一个 宝贝 却让自己 流落天涯 我个人认为 渔夫这一番话 不是 劝 屈原 和光同臣 不是劝他 随波逐流 更多的是 出于一分 对他的爱护和呵护 希望他不要那么痛苦 不要那么倒霉 而屈原的回答是这样的 刚刚洗过头发的人 还知道要把帽子担一担 刚刚洗过澡的人 还知道把衣服 抖一抖 我是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 怎么能和这些人一起 同流合污 我宁愿 投身于 湘江的洪流当中 被这些鱼吃掉 也不能让我干净的灵魂 被世俗所污染 于是 屈原写了一篇绝笔 叫做怀沙 然后举身 同蜜罗江 而死 这就是屈原 并不复杂的人生 每次读到 屈原 怀沙 而死 这四个字 我就感慨 这是一个多么高贵 而桀骜的灵魂啊 屈原的所有作品当中 有一篇 十分奇怪的作品 天问 天问全诗 三百七十余句 一千五百多字 一共提出了 一百六七十个问题 有问的是天文 有问的是地理 很多学者在猜测 像天问这样的文章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感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愫 我们想象啊 屈原走到一个神庙当中 上看到了 星空星宿 下看到了 江河湖海的绘画 两壁上都是 古往今来 这些圣主明君 人人志士的图像和故事 而屈原心中 那股抑郁已久的情愫 不禁崩发 看着神像 一个一个的在问 为什么 为什么是这样 怎么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其实他想问的 就是一个终极之问 这个世界上 到底有没有道理 到底有没有正义 到底有没有是非 我想我们读历史 看到屈原的命运 就会有这种感慨 从他个人的维度来说 他的一生 充满了悲剧 充满了凄凉 充满了孤寂 而从一个长时段的历史来看 屈原的故事 被后代人永久传颂 屈原的诗歌 直到今天 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嘴里 传颂不绝 我想 历史 给了屈原 一个公道 司马迁说 父天者 人之时也 父母者 人之本也 人穷 则反本 故劳苦眷疾 未尝不乎天也 极痛惨大 未尝不乎父母也 屈原的诗章当中 那种对天的质问 对天的呼唤 就是一种 人在劳苦眷疾 极痛惨大之下 发自内心的身影 和对于 苍天的这种 怒吼 朋友们 我甚至认为 屈原的诗歌 屈原的词妇 给整个中国的文学 奠定了一个基调 这个基调 就是一个字 怨 怨什么 史书上说 屈平正道执行 劫中尽智 以示其君 禅人见智 可谓穷矣 信而见义 忠而被谤 能无怨乎 屈原一怨的是 信而见义 忠而被谤 一个坦坦荡荡的人 被别人诋毁 被别人诋毁 嘲笑 怀疑 一个满腹忠诚之感的人 被别人毁谤 被别人流放 屈原怨的是 自己的正义之心 得不到伸张 而他所热爱的国家 却糜烂 我觉得屈原的离骚 屈原的天问 真的是对古代社会 对人类 发出了诸心之问 我们应该怎么做 没讲到这儿 我就想起 文天祥在正气歌里 写到的 风言斩书读 古道照颜色 我们翻看古书 正是这样一个又一个 有骨气 百折不挠 久死不悔的灵魂 支撑起了 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 所以我觉得 不仅是今天 千万年之后 离骚天问 都将是 永垂不朽的 诗章 好 这一讲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